近日,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应对物质环境变化时尝试做出的文化回应,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中国与世界共同实现。 物人、海、水、海、云画即典、所有的事情。 把动物们与戏所讨论有 и健康的原因。 需要发展开选择为能力和安全的为与熱与为各公項的练习。 Are we, one, promoting more and healthier life on the planet? Do we know enough about the earth? Do we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around us well? 谈及中国在生态领域的探索 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表示 中国对待生态文明的观念令人印象深刻 在过去的20年间 新的生态文明愿景在中国的发展 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显著 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介绍 人类之所以面对各种严峻的生态问题 归根结底 是因为我们向自然所求的太多 但人类应该学习控制调节这些欲望 以其与外部世界达到和谐 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表示 他非常喜欢中国的小康概念 其中有着和谐的意韵 我们必须学习控制、控制 和合适的想法和外界的想法 合适必须在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必须在控制、谐控制、 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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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和我们的想法和合适 我非常肯定 我希望中国可以展示世界上的想法 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主张与诉求 但求同存异 理应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 Nations cannot do this by themselves. No nation can create the future by itself. This is my own reason why I keep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I think the future lies in a more global, planetary sense of movement, talk, conversation, etc.